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中天,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抱歉 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呢,它是一个拐点 因为安史之乱以后呢就是中晚堂 实际上是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讲,中晚堂是一个界限 它这个界限不是在唐宋之间 宋文明有,宋文明、宋制度有很多东西是起因于中晚堂 比方说整个中国人的这个心态啊,中晚堂就变了 中晚堂以前基本上是外向性和开拓性的 包括隋堂两代建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 但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达罗斯战雨,达罗斯战雨遭遇了阿拉伯帝国的军队 高先知打败了以后,从此中华帝国把对外扩张 对外扩张的这条路堵死了 第二个就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就把唐帝国的中央集权给打破了 接下来就是藩政割据,然后就是流利党政 然后就是宦官,然后就是五代十国 这才有了两宋 那么两宋我们一看它的割据就和唐不一样 首先它不是世界性大帝国 而是和好几个少数民主政权共享中华 到了南宋又半壁将善 整个人的心态都往内收的 就是由外向性的变成内向性的 所以宋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细腻 或者说汉代的汉文明的风格是雄浑 附着,唐文明的是开放,绚烂 宋文明的雅致,细腻 这个与安史之乱的关系非常大 所以安史之乱作为中华史的一个节点 还要单独乘一卷 也就是我写《安史之乱》的这个想法 中华史计划原来是36卷 现在准备调整为32卷 32卷分成六部 第一部就是先秦 第二部是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三部隋唐 隋唐的四本隋唐定局 《禅宗兴起》《女黄武则天》《安史之乱》 那么这四本成一个小系列 然后第四部就是宋元 第五部明清 第六部金仙代 那也是16卷 这样算下来呢 《安史之乱》出版以后 中华史就刚好到一半了 我们这样调整也是有一个考虑 它确实这个时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拐点 我们平时都说唐宋元明清 唐宋元明清说得很溜啊 或者说唐宋唐宋 日本学术界经常讲唐宋革新 唐宋变革 其实唐和宋区别很大 从某些方面来说 可以说宋是和唐处处的反的 然后我们这个文明就完全 叫黄河改道一样 它改道了 以前写中华史之前 我也没有对唐宋之别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因为《安史之乱》下一卷《大宋革新》 我已经交稿了 那一本书《大宋革新》这一卷 你再去跟《隋唐定局》那一卷对比 你就发现唐和宋时代区别非常之大 完全是两个人 完全是两个时代 两个人 两个王朝 两种文明 这恐怕是一种新的感受吧 这一种感受吗 我现在是有点感受的 你会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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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虚择 你会想知道